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从不追星的他突然疯狂的迷上了黄子涛 还按头按力我和其他朋友 他从出道到现在的综艺和剧 就这样黄子涛在我心中的偶像形象坍塌了 取而代之的是邪心黄子涛 那一年轻聪的黄子涛 再见一成表情抱大户了 出现邪心特质的中二少年 考古一圈下来呀 发现黄子涛的邪心特质 早就在刚出道的时候就已经凸显了 快本上一长串的精心准备的自我介绍 搭配了他软糯 而且还略显青涩的声音 无形当中自败蠢猛感 何老师问队员的兴趣爱好 直到黄子涛 他回答的是逛街去海边散步 海边散步 突如其来的浪漫和武术涛 一下子形成了微妙的反差 何老师接着话题发挥 让他选一个散步的队友 谁知啊 黄子涛坚持要一个人在海边散步 这份别扭又倔强的中二情节 像极了当年在QQ空间 写情感小作文的我们 更中二的是在后面 再上快本 黄子涛的套玩是个人介绍 升级了 梗啊也是一次比一次多 尽管他本人极力保持镇定 然而十级的羞耻的台词暴击 还是看一次笑一次 臭屁却频频翻车 有时候不得不承认 作为观众 我们都有一个恶趣味 爱看帅哥耍帅 也爱看帅哥吃鞭 黄子涛的微博 不管是自拍还是他拍 他照姿势和我身边的臭屁直男朋友 没有什么两样 连文案都是 这样的臭屁也被他延伸到了其他场合 比如节目当中他给自己的认证 因为说的太用力 以至于分分钟又要被做成表情包了 这份被夸张了的自恋 也意外的进化成新的笑点 不过这份自信啊 也有遭到致命打击的时刻 在小小心球里 黄子涛和王燕玲抱怨 几个外国女孩明明认出他 居然不找他拍照 他自行满满的邀请他们一起和尚 结果大家反应平淡 其中一个女孩还把他错认成了 防弹少年团的一个成员 场面是一度非常尴尬呀 黄子涛气到暴走 话都说不利索了 并第一时间和摄影师要求 这段剪了 就这样 翻车和笑点来的猝不及防 其他节目 黄子涛也有被质疑颜值的时候 粉丝拱火 陆寒比他帅 还很坏的问他对此怎么看 很显然 粉丝是在开玩笑的 可是涛却认真了 表情也再一次失控 这个强行员回来的说法 怎么听怎么好笑 特别是最后一句的霸气喊话 彻底泄露了涛熊熊 燃烧当中的中二之魂 自立自破flag的第一人 这段男子汉里 黄子涛贡献了一大半的笑点 抓鸡这一场更是明场面呀 还没等靠近呢 他已经被鸡吓得 只哇乱叫了 旋转跳跃 看不下去的刘队 一句话说出了 我们所有人的心声 这不就是只鸡吗 怕归怕 嘴上是坚决不能够服软的 黄子涛扬言要换成老虎 他绝对不这样 两年之后 小小的追求 满足了黄子涛的这一夙愿 他获得了一次 给老虎冲凉的宝贵机会 毫无悬念 这一次黄子涛又怂了 看着他捏手捏脚 一步步的退出镜头的画面 完全看不出 当初在鸡哥面前 立夫拉格的 信誓旦旦的样子 下来之后 黄子涛仍然惊魂未定 脸都吓青了 整个人都陷入到了 自我怀疑的碎碎面 我是谁 我在哪 我在干什么 我狠起来 自己粉丝都搞 黄子涛 黄子涛妈妈 黄子涛粉丝 我一时净分不清 他们谁更好笑 或者是他们是 三文一体的好笑 一切还得从电视剧 热血同行说起 有一说一啊 这部剧里 黄子涛的眼睛 肉眼可见的 比那个谈判官里面 要好很多 据临近结局了 黄子涛发了条微博 吐槽他妈妈 想让他演的角色 早点挂掉 看视频里 他妈磕着瓜子 然后一本正经的讨论着 怎么让儿子死的样子 我算是知道了 黄子涛的唠叨 和搞笑精英 是遗传谁了 黄子涛和粉丝的互动 同样搞笑 因为接受不了热血同行 被强拆的 崇利明语出CP 粉丝是上传了一段 边哭边吐槽的音频 这满满段子感 又饱含深情的台词 我合理怀疑 这位粉丝可能是 郭德纲的关门弟子 然后这一段音频 被黄子涛转发了 并附上了40个武警的哈哈 更气人又好笑的是 黄子涛的后续回复 原来啊 被粉丝疯狂吐槽的 女主被爆头的情节 居然是他本人设计的 这个反转真是让人 始料未及啊 疯狂怼人 又疯狂被怼 虐粉不算 黄子涛怼起粉丝来 也是笑料白出的 刚调侃过 陆涵比涛帅的男粉 原本打算给自己 来个完美的音顶 哪知道啊 黄子涛不领情 还顺道的 爆了刚才一见之仇 这里 黄子涛说 不用你担心 配上甩手的动作 不要太搞笑呀 面对女粉的 无理头要求 黄子涛的耿直回复 这一刻我仿佛看到了 听我讲冷笑话的我爸 光怼粉丝不过瘾 从小小的追求里 黄子涛和黄炎林 两个大男人之间的 互怼才好笑呢 周冬宇问黄炎林年纪 然后黄子涛在旁边 插了一嘴 这个神捕刀呀 和我们平常 奚落好朋友一样一样的 黄炎林呢 也不是吃素的 小小的追求 快要收尾的时候 他开始罗列 黄子涛的各种作 这里呢 能够看出来 他们是真的关系好 还有就是经过他的 添油加醋的描述 也再一次的让我们 领降了黄子涛的火宝 一个因想要恋爱 上热搜的男明星 别的明星 因为恋爱上热搜 黄子涛因为在直播当中 说想要谈恋爱上热搜 这落差呀 真是闻者心酸 听者落泪呀 在直播里还说不够 微博上黄子涛 也一直在表达 自己渴望恋爱的心 上节目也各种表态 不仅表示自己 一定会谈恋爱 他还跟粉丝喊话 希望他们能够理解 黄子涛一次次的 和粉丝重申他的理念 他要打破粉丝对于自己 系对偶像的幻想 在正常工作之外 把他当成一个普通人来看 这似乎是我们在 黄子涛搞笑背后 少见得严肃的一面 就像他在媒体上 接受采访的说的 自己不会为了 立高大上的人设 而刻意去说后做什么 所以呢 我们看到的 一直是一个 在放飞自我的黄子涛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被人吵也自嘲 犯过错 承认也改正 能够坦然的面对 自己在公众面前 所展现出来的 看上去不那么完美的一面 这份坦然 也让很多 在看过太多人 设崩塌之后的明星后 感受到一种 难得的真实和松弛 而重新认识他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 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了点亮 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